宇宙的镜头是不是铁脸不知道 反正娱乐圈的镜头是朝阳群众啊 林玉迪被拘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了 今年不愧是娱乐圈塌房元年啊 不仅唱歌演戏的明显塌房 想与世界的艺术家也塌房了 连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感到可惜 说他那么年轻 又处在事业巅峰期 经历过大风大浪 却翻在了小河沟里 的确来看看39岁的林玉迪 之前的视角简介是有多么牛啊 国际钢琴家 重庆政协委员 全国清联常委 香港清联副主席 现在简介只剩国际钢琴家了 2000年年仅18岁的林玉迪 参加了被公认为世界历史最悠久 级别最高 评审最严的钢琴比赛 肖邦钢琴大赛 为了准备这个比赛 林玉迪瘦了15斤 最终林玉迪获得冠军 此前这个奖项空缺了15年 而林玉迪也是这个比赛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 多说一句 林玉迪减肥的伊丽是真大呀 今年拼紧斩棘的哥哥比赛过程中 只吃沙拉 为了上镜也是瘦了15斤 看来他能控制得了不吃饭 却控制不了心中的火呀 此后的林玉迪事业一路攀升 2001年首灯春晚 还被评为了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 2020年还被评为广州城市形象戴安人 如此正面的形象 多少学钢琴的小朋友的偶像 突然踏房 让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 而且还是在如今机拙杨青的大背景下 林玉迪无疑于飞蛾扑火 以身施法 但是这个结果 也许从春晚那句找丽红开始 就埋下了种子 一句找丽红 让林玉迪彻底绞尽了娱乐圈的话题 而被拍当街放水 则打破了他的艺术家滤镜 2012年 林玉迪王丽红合体登春晚表演 金蛇狂舞羽龙的传人 从此之后 林玉迪多次参加王丽红的演唱会 并首开金扣与王丽红合唱 私下互相串门去对方家做客 还一起看电影 一起看芭蕾舞表演 社交媒体也是频繁互动 2012年最后一天 林玉迪在北京公体开跨年音乐会 音乐会最后 演唱起了王丽红的落叶归根 大屏幕上还出现了 他和王丽红的合照 无数玫瑰花瓣散落舞台 台下乐迷大喊在一起 连央视都刻起了这对CP 用以歌传情来报道 不过几天后 两人纷纷发文称 喜欢的是女性 两人只是好兄弟关系 2013年 李玉迪与王丽红再次参加了春晚 但这次李玉迪的节目 是与刘谦一起表演魔术 就在表演过程中 不知李玉迪说了一句什么话 刘谦却提高了音量问 找人 找谁 丽红 春晚的现场观众瞬间炸了 网络上更是吵得沸沸扬扬 台词有没有提前安排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春晚重播的时候 这一段却被掐了 之后呢 李玉迪与王丽红互相取关 2013年底 王丽红突然官宣 哥伦比亚大学女友李静雷 就在当天 李玉迪也官宣了 哥伦比亚大学女友田飞 还没过两天 王丽红经纪人宣布 王丽红已经和李静雷闪婚 让所有好友都猝不及防 而李玉迪和田飞 在几年后选择了分手 虽然之后也有一些画面新闻 但是一直都保持了单身 一次记者在偷拍 李玉迪和神秘女子约会时 却拍到了他当街放水的行为 李玉迪的艺术家滤镜开始被打破 而这一次被抓 算是彻底震惊所有人 皮筋斩棘的哥哥节目组 更是措手不及 紧急下架了以往多期节目 但这并不是芒果台 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哎 皮筋斩棘的哥哥翻车也太快了吧 刚开播 演唱剪珠联的 就因为恋情丑闻被马赛克 节目还没结束呢 又有一位哥哥 李玉迪翻车了 芒果TV连夜下架节目 目前在线只展现了 李玉迪淘汰后的第九期 和刚刚更新的第十一期 近几年 芒果台遭遇嘉宾主持翻车 临时在节目上 打马赛克的情况还真不少 而且还出现过 简单粗暴 笑凡网友的方式 2020年 同卓自爆家人脱关系 篡改了学籍 以硬健身身份考上大学 事情发酵后 原本是快乐大本营常驻嘉宾的他 在播出的节目中 脸上被贴上长条 赤裸裸地写着打马二字 好笑中透露着极强的求生欲 刚过一个多月 加入天天向上不久的高天鹤 因在主持人证考试中作弊 被临时剪掉所有镜头 导致王涵原本跟他同框的镜头 都变成了一个人的大头 就在前不久 前锋出事时 天天向上临时删除了他的所有主持镜头 而王一博因为公所演员 未能参加当期节目的录制 所以那期节目播出时 台阳主持人只有王涵和大长伟 嘉宾只有肖静腾 这应该是天天向上开播13年以来 主持仪嘉宾最少的一次了 破格真的是心疼芒果台的后期老师们 需要熬夜将所有的镜头都打一遍马赛克 商量个事吧 为了后期老师的发际线 明星们能不能别再翻车了呀